一提起华裔兄弟 大众总是觉得星光无限 在属于华裔兄弟的黄金时代里 这家企业 曾包揽陈道明、刘嘉玲 双兵等国内众多一线影星 手握冯小刚、张继忠、管虎等名导 投资过《手机》、《风声》 《唐山大地震》等高票房电影 但这些如蜀家珍的荣耀 已是昨日黄花 今年3月 华裔兄弟的董事长王中军 作为嘉宾 出席了俞敏洪主持的一档访谈节目 节目上 王宇二人仿佛老有虚旧相谈盛欢 当于敏洪问道 你能不能谈一下 华裔兄弟遇到的危机时 王中军却突然起身 不耐烦地摆手离场说 别总谈危机 事实上 王中军已难离场 华裔兄弟也难在资本市场转身 两个月后 王中军便被列为了被执行人 而华裔兄弟昔日900亿市值 如今也仅剩100亿 2019年年末 800惨遭撤党 似乎成了推倒华裔多米诺骨牌的导火线 近乎都是负面 很多人将华裔的坍塌 归咎于新冠无息可拍 但事实并非如此 多年来 王中军频繁参与资本对赌 溢价收购空壳公司 投资套现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 早已让华裔兄弟身处险境 在新冠到来之前 华裔兄弟就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负债高达40亿 游走在了退市边缘 回顾华裔兄弟近20年的过往 这家曾被奉为归孽的企业 是如何从群星璀璨 一步步走到大死他方的 这20多年 长袖善武 充满文艺情怀的王中军 究竟是在搞电影 还是在游戏资本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中国山石屑第38期上集 今天我们来聊聊电影第一股 华裔兄弟背后的资本烂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五湖四海的军政人员汇聚在了北京 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 被称为大院 王中军的父亲 当时在野战部队工作 一家四个孩子都在军委大院长大 和大多数大院子弟一样 王中军不到17岁就参了军 退役后 直接被分配到了国家物资总局 端起了铁饭碗 关于这段经历 王中军曾回忆说 当时的工作生活非常单调 他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 为了名正言顺地实现梦想 1989年 艺术家王中军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准备去密歇根大学 读传媒硕士读个金 据媒体报道 当时他在美国什么苦都吃了 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打工 甚至一天要送16个小时外卖 当时 在一次从密歇根到迈阿密的旅途中 王发现肯德基和麦当劳 在各地都用了统一的logo 辨识度极高 而中国虽有很多百年老店 但却很少有企业统一招牌样式 或图形logo标识 看准商机的他 决定将企业形象标识设计 这个先进的商业概念引入中国 回国三个月后 王中军和弟弟王中雷两人 一起凑了100多万 收购了一家广告公司 将其改名为了华裔兄弟广告公司 招聘30余人 正式开启了创业生涯 广告生意开张后 王中军凭借卓越的口才 和非同一般的大悦关系 拉到了第一单客户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在1987年 就请香港著名商标设计家 近代强先生设计出了行徽 此设计还在国际设计审展中获了奖 但中国银行一直没有在全国营业厅 统一使用这个行徽 在华裔兄弟的运作包装下 很快 带着logo的中国银行招牌 就挂满了中国银行营业厅 此外 王中军还拿下了中国银行 1万5千家网店的设计项目 这笔生意 让初出茅庐的王中军 赚了4.5亿 随后 中国商界 集体刮起了统一标识的龙卷风 凭借中国银行案例 华裔兄弟又相继拿下了国家电力 中石化 农业银行等优质客户 三年时间 王中军赚得盆满钵满 他的座驾也从大发面包 变成了宝马武器 如何花钱 成了新近富豪小王的心烦恼 当时 英达导演的心理诊所项目正在筹备 这部片子的制作团队联系上了王中军 希望他能投一笔钱 在影视行业 可以一年赚10个亿的传闻下 王中军谨慎地给英达的剧 投资了500万试水 虽然 最终这部影片只带来了400多万的效益 但还是令王中军大受震撼 当时正值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 人们的精神需求愈发强烈 看电影逐渐变得受欢迎 新的财富故事 由此在王中军的心里萌芽 做电影的核心 一般是导演、钱和演员三大块 1999年夏天 王中军受邀出席显然马大姐的发片会 在这场发片会上 他结识了好兄弟冯小刚 两年前 冯小刚刚刚凭借电影《甲方乙方》 首创了内地贺岁党电影的概念 在北京电影市场 拿下了1180万票房 此时风头正盛 或许是因为冯小刚也与大悦占亲戴故 两人很快就成了铁词 当年冯小刚的新作《没完没了》开机 尽管其主要投资方是紫禁城新影联 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华裔兄弟 因为搭上了冯小刚 也跟着投了10%的资金 同一时期 华裔兄弟还投资了陈凯歌导演的 荆轲刺秦王和鬼子来了 但荆轲刺秦王票房折戟 鬼子来了 虽然拿到刚那最佳影片 却被国内禁播 而《没完没了》则创造了3300万的票房收入 位列1999年国产电影票房第二名 高下立判 看到冯小刚价值的王中军 想以400万的高薪 和一定的华裔兄弟股份为筹码 将其纳入麾下 冯小刚并没有马上答应 他转身回去找了自己的老东家紫禁城 他跟老板说 紫禁城新影联对我恩重如山 如果你们能给我200万 就不跟华裔兄弟签约了 对此 紫禁城方面也很无奈 回复说 我们体制就那么搁着 别说200万 20万给了 怎么下账啊 你该签约就签约吧 以后该怎么合作就合作吧 斩获冯小刚后 华裔兄弟 加快在电影行业 开疆拓图的步伐 电影这个行业最大的特点是 高投资 高风险 高回报 王中军想要在这行长久地做下去 需要源源不断地搞钱 当时 以地产和金融为主业的太和控股 资金充足 正在寻找投资项目 知道消息后 王中军凭借车迷身份 与热爱跑车的太和控股董事长王伟 搭上了关系 2000年12月19日 华裔兄弟与太和控股合资 成立了华裔兄弟太和影视投资公司 其中 太和控股出资1300万元 占股45% 而王中军占股55% 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王中军布局影视行业的第三步 是打理演员业务 做明星经纪 当时 王中军相中了 素有内地第一经纪人之名的王金花 他是保姆经纪人的代表人物 从给著名音乐人苏月安排一时助行做起 到给陈道明打杂 再到创办自己的经纪公司 牵下游泳、城前、夏宇、胡军等艺人 在这个行业 已经摸爬滚打了好多年 业务能力一直在线 王中军找到王金花 邀请并说服 期待着其旗下的所有艺人 加盟了华裔 王金花一上任 便迅速为华裔 牵下了双兵、 佟大为、任权等七名自治优渥的艺人 在王金花的运作下 华裔经纪很快成为了 国内顶尖的经纪公司 甚至一度被媒体戏称为 中国艺人经纪的黄埔军校 其签约艺人 最多时有近300人 囊括了周迅、陈道明、黄晓明、邓超、林新如等 几乎国内所有一线演员 背靠巨星、手握名导 再加上国内数一数二的影视制作能力 和班底座背书 在国产片尚未崛起的时代 华裔兄弟一次又一次压重观众口味 投资拍摄的大腕、刮沙、手机等影片 叫好又叫做 成立的前四年时间里 他投资的20部电影中 绝大部分都实现了盈利 只有极个别亏损或持平 2004年 华裔兄弟投资 冯小刚指导的贺岁党《天下无贼》 票房过一后 华裔兄弟包了两节车厢 命名《天下无贼号》 一行人一路纵情喝着聊着 彻夜在京港线上狂欢 无数大小明星 都想要搭乘华裔兄弟这趟名利列车 前往星光舞台 华裔兄弟成为了造型与财富的代名词 但谁也没想到 这趟风驰电车的造梦列车 很快被踩下了刹车 停滞发生在2005年 冯小刚的合同到期 是华裔列车松动的第一颗螺丝 冯小刚对于华裔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夜间有说法 冯小刚一咳嗽 华裔就感冒 甚至一凯资本的王冉 曾把他比喻成下金蛋的鸡 因此 王中军对冯小刚可谓极尽爱护 据说2001年 他在大腕片场晕倒 王中军夫妇马上赶到医院 还派了人专门照看他的生活起居 尽管备数重视 但冯小刚在2004年合同到期时 依然转头离去 虽然仅仅过了一年 冯小刚又重新回到了华裔 但冯有二心已昭然若揭 惊魂未定的王中军 紧接着迎来了第二个打击 王金花合约也到期了 他毫无征兆地带着陈道明 胡军 佟大为 刘嘉玲 吴君如等明星 跳槽到了成天娱乐 人事地震的新闻稿满天飞 不少媒体 用最牛经纪人王金花 凭一己之力掏空华裔为标题 报道相关事件 平时一向以沉稳著称的王中军 对此大为气恼 对媒体放出狠话 换成是我走了还差不多 华裔缺了谁都可以 几年来 华裔兄弟一手握着冯小刚 张继忠 张国立等 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大导演 一手是李冰冰 范冰冰 胡军等明星艺人 以电影制作公司 加大导演大明星为利器 打下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 而华裔兄弟几番痛失摇钱树 似乎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 他引以为傲的艺人经济业务 并不牢靠 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 如何将明星资源 更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成了王中军和华裔兄弟最大的难题 让大家不弃车的方法之一 是让大家都成为列车长 王中军深暗此道 为此 华裔为旗下艺人们 量身定着一套明星持股的玩法 2007年11月 华裔兄弟宣布 要将部分原始股 以每股0.53元的价格 收让给自己公司的明星 按公司规定 增资扩股时 每个艺人可购买股票的最高额度 是180万股 就在大多数明星还在观望之际 华裔一姐李冰冰率先出手 投资了18.93万元 拥有了华裔兄弟36万股 任权紧跟其上 同样投资了18.93万元 与李冰冰持有了相同的股份 三个月后 华裔兄弟增加注册资本 至1.26亿元 以每股3元的价格再次配股 这一次 黄晓明出资540万元 一举购入了最大限额180万股 张寒宇出资108万元 买入36万股 除此之外 胡可、罗海琼、陈思成等人 也出现在了华裔兄弟的股东名单上 这里简单提一下 华裔兄弟的两位大导演 冯小刚和张继忠 并没有受到180万股限额的约束 当时他们二人的持股额度 都达到了200多万股 在早期 所有入股华裔的明星 确实尝到了年中分红的甜头 2006年 华裔兄弟的净利润为2356.41万元 2007年为5824.46万元 2008年为6806.45万元 短短三年 几乎翻了三倍 2007年出品的《集结号》 2008年出品的《非诚勿扰》等影片 也全都获得了不菲的成绩 但是 投资电影更多时候 像是一场赌博 不但资金投入很大 而且作品能否被市场所喜爱 很难预测 因此收益也难以预估 以此偶然的机遇 马云点拨王中军说 你们现在这么有名 为什么不利用资本的优势 去二级市场闯荡 似乎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 2009年9月 华裔兄弟发布了招股书 拟发行4200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数额为6.2亿元 用于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 2009年9月27日 华裔兄弟的创业版上市申请 或证监会通过 华裔兄弟成为了内地第一家上市的 影视制作公司 或许是众多明星股东的加盟 令资本分外买账 华裔兄弟上市首日的股票 开盘级大涨 当天以70.8亿元的价格收盘 涨幅达147.8% 冯小刚和王中磊肩并肩站在一起 面对着屏幕上节节高升的股价 笑得合不拢嘴 后来其太太徐帆 在华裔兄弟20周年庆典上爆料 当时冯小刚套现金额达到2亿元 其中纳税就高达4000万元 冯小刚成为了中国第一位 身价超过2亿元的电影导演 同时 黄晓明当初投入的540万 一举变成了1.1亿元 回报率高达20倍 面对镜头 投资收益翻了134倍的李冰冰 兴高采烈地说 以后我要更卖力地为自己的片子积极叫卖 因为每一张票都和我息息相关 一夜之间 影视公司将股份受让或配股给明星 进行资源强绑定的故事 开始在资本市场流行 明星可以以自身的流量优势为筹码 低价取得公司原始股 上市后 经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两次火箭般助推 最后以高达数十倍的投资收益 套现退出 而明星股东的存在 则让上市公司 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认可 明星股东化 依然成了影视行业的标配 不但光线传媒 欢瑞世纪 唐德影视 欢喜传媒等入局者 争相效仿 连主任业务原本和影视娱乐 全然无关的公司 为了拉升股票 也赶紧拥抱起这个最热门的概念 纷纷邀请明星投资人入股投资 圈内圈外所有人 都在紧盯着行业龙头 华裔兄弟的每一步动向 巨额财富加深 王老板除了狂喜之外 对华裔的业务 似乎也有了新的感悟 面对采访 王中军说 我觉得一个电影公司 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 话音落下不久 王中军就疯疯活活地带领着华裔 拉开了去电影单一化的大幕 他宣布 公司会逐渐将以电影 电视剧 影院为主的传统影视业务 交给他的弟弟王中雷打理 而他自己则会腾出手 开辟新的实景娱乐 和以游戏 新媒体 粉丝文化为核心的互联网业务 转型路上 王中军第一脚 踏进了游戏行业 2010年6月22日 华裔兄弟发公告称 将通过收购股权和增资的方式 以1.485亿元 投资涨去科技22%的股权 入局游戏领域 以当时涨去科技的账面净资产 3999万元计算 此次投资 溢价高达14倍 三年后 王中军再次加码银汉科技 6.72亿元 收购了他50.88%的股权 王中军对此十分得意 可以肯定 我们找到了一个最赚钱的行业 与此同时 王中军开始与互联网大佬频频交好 王中军曾在采访中表示 我觉得现在企业家 交朋友是第一生产力 高过你所有的生产力 据中国企业家报道 王中军和马云 是时间最长的朋友 两人曾在2006年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时 一见如故 此后 马云每次到北京 都会和王中军密会一下 而王中军每次到杭州 也都会住到马云家里 此前 在华裔兄弟向明星出售原始股时 王中军就曾拉过马云入局 有了马云作背书 云峰基金主席于峰 万象集团少帅卢为鼎 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 相继加入了华裔兄弟的股东战队 后来 华裔兄弟股价大涨 马云又通过减持300万股 华裔兄弟股份 成交价格约30元每股 套现9012万 获得了10倍左右盈利 除了马云 王中军跟马化腾的关系 也不一般 2011年 王中军去香港 曾约了马化腾聊合作 期间随口提了一句 既然你对内容这么重视 是不是考虑一下直接投华裔兄弟 马化腾的反应非常快 当时立即拍板做了决定 很快 腾讯以每股16元的价格 花费4.5亿 获得了4.6%的股权 成为了华裔兄弟第一大机构投资者 华裔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商界 一个少有的 同时集合了马化腾和马云 这二马的公司 但入股华裔 仅仅是王中军与二马结缘的第一步 在王中军去电影单一化的战略中 还有重要的一项 是实景娱乐 早在2012年5月 华裔与关蓝湖地产在海口共同开发的 第一个电影小镇项目 关蓝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 当时关蓝湖集团持有60%股权 华裔旗下实景娱乐公司 持有35%股权 冯小刚工作室持有5%的股权 2014年 华裔兄弟像阿里、腾讯、平安、中信箭投 非公开发行股票1.45亿股 募资36亿 马化腾、马云、平安的老板马明哲 这三马巨头聚在一块 和王中军一起幻想着建设中国的环球影城 马明哲对王中军说 你现在努力拓展华裔的旅游小镇和电影世界 未来有投融资需求 我们是非常有融资能力的 对自己眼光 十分自信 又得到外界朋友鼎力相助的王中军 日子过得依然自得 据说有一段日子 除了与银行家、投资人以及产业巨头打交道之外 王中军的唯一工作 只有偶尔和公司负责人吃顿晚餐 或者去剧组探班 更多的时候 他会睡到自然醒 然后去三里屯约上三五好友打打得仆 周末去郊外马场 溜溜他的名贵马匹 或者开着宝马Z8到苗圃去挑树 种在自己欺慕大的院子里 当然 艺术家王中军最爱干的 还是关注一下艺术品收藏市场 2014年11月 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 王中军以约3.77亿元 拍下备受瞩目的反高真迹 除菊与英素花 创下了中国藏家 海外竞拍西方艺术品的最高拍价 大访也成为了所有人 对王中军那时的唯一印象 2015年 游戏行业新起之秀《英雄护鱼》成立 创始人英书领去找王中军投资 仅仅半个小时 王中军就开口问英书领要投多少钱 英书领窃窃地说想要10亿 结果王中军大手一挥 豪气地说 我给你20亿 说到这里 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 继续观看 请示篇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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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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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